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收看房哥有集市 我是房纯辉 接下来为您进行的单元是 舌尖上的节目表 今天不一样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日式可乐饼的做法 这个可乐饼我相信 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可乐饼 如果你到那种夜市里面 看到那种日式摊子的时候 搞不好它会卖一个炸可乐饼 然后里面会包一些 不管是咖喱鸡丁馅 咖喱猪肉 咖喱羊肉 咖喱牛肉的馅 对啊 就是外面炸的金黄酥脆 然后剥开之后有淤淋的香 这个马铃薯的香味 然后咬下去很烫 但是哇那个咖喱的香味 当这个每天下午茶时间 或者傍晚时间 你想到那个味道 你就觉得肚子饿 可是呢 我们一般人在家里要做可乐饼 它大概有几个 工序 这个工序就非常麻烦的 首先第一个 你要去买到马铃薯 不管你在这个 处理马铃薯的时候 是带皮不带皮 你要先把外皮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你有两个方式把马铃薯弄熟 第一个 你用电锅蒸它 第二个 你又放到水里面去煮它 煮的过程中 这个马铃薯从蒸熟 或者是煮熟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到40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 在备料的过程中 可乐饼是很麻烦的 马铃薯蒸熟了之后呢 你要让它冷却 或者说 你要把它外皮去掉之后 那个饭匙把它捏熟 然后拌上奶油啊 盐巴啊 胡椒啊 或是你会下一些起司粉 让它更有香味 这样搞搞搞搞 又会要搞个15分钟左右 所以这样已经经过了 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你把这马铃薯处理好之后 你要把它放凉 可能会放到冰箱里面去 接下来你要做这个炒料 馅料的过程 现在的过程中 如果你要做的是 咖哩羊肉的话 或是咖哩牛肉 咖哩猪肉 不管是用肉片肉块的话 你要先把洋葱切成丁 切成细碎 然后再加上盐巴 加上酱油 加上一点糖 然后再加上这些肉末 下去炒的时候 在炒的过程中 快熟了之后 再把咖哩粉放上去 用拌炒的方式 然后就可以起锅了 如果你一开始 在炒料的时候 就把咖哩粉倒下去 你炒完之后 咖哩粉的香味就不见了 所以咖哩粉就不能 一开始加进去的 最后要起锅才加进去 加进去拌一拌起来之后 你要把它放凉 放凉之后 因为馅料凉了 你把它捏成团就比较好包 所以搞到现在 你已经经过两个小时 因此最后 你终于要去下锅油炸 这个可乐饼的时候 你已经累了 太阳也下山了 天也快黑了 肚子也饿了 干脆去外面买个泡面 回来吃 或是到便利商店 买个大凉面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平常在家里 做可乐饼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虽然小朋友 或是你有说 想来点不同的滋味 你觉得 那做多可乐饼不错 但是一想到那个工序 我想你跟我一样 心里面就有两个字 叫放弃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的工序 直接扫一半了 最讨厌的那个部分 一定有人把我们处理掉 谁处理掉了 俄罗斯人 苏联 这包是什么 不啰嗦 即食马铃薯粉 哎呀 麻烦了 这包是什么 不啰嗦 即食马铃薯粉 这个呢 它是个太空食品 怎么说它是太空食品呢 因为我们在冷战的年代 就是1960 70年代 美苏在冷战 两个超级大国呢 在拼国力 经济力 科技力 跟他们的核武力量的时候 大家都竞相着 要登陆月球啊 发射一个太空站啊 让太空人 到这个地球上空去 Sci-Fi 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自拍一下 让全世界人知道 啊我们苏联有多强 我们美国有多强 所以太空人要上太空 他必须要吃东西 因为一呆呢 可能待一天半 两天一个月 三十天左右的时间 那他们吃什么呢 其实西方人的主食 大概就是马铃薯 可是呢 他如果带着 生的马铃薯上去的话 他怎么煮熟呢 是没有办法 可是他如果把 马铃薯煮熟 变成洋铃 带上去的话 他怎么加热呢 他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人 当初的苏联时代 就发明了这个 即时洋芋粉 就是你把这个粉拆开来 冲热水 搅一搅 它就变洋芋泥了 不信我示范给你看啊 看一下啊 这个 就是刚刚拆开的 一小杯的这个 马铃薯粉 它有一点像是个 片状 一片一片 有点像麦片一样 它有多神奇 它多方便 第一个 我们先加一点奶油进去 加一点奶油进去 会让它有 香味 然后衬托那个马铃薯粉 接下来我们再加热水 好的 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杯 还没加了热水的这个 马铃薯粉 即时马铃薯粉 放到这个咖啡机下面 我们的咖啡机是拿来烧热水的 那刚刚导演杰菲跟我讲呢 只要这个按钮一变绿之后呢 就往这里搬 对 这个是我们在烹饪的过程中 没有料到的一个挫折 它感觉上已经拖了我们做这个可乐饼的时间了 OK 我们来搬搬看 它到底出来的是开水呢 还是咖啡呢 哇 它出来竟然是开水 所以呢 开水慢慢加 大概这样的程度之后呢 好 这拿回来 我们就开始把奶油加进去 然后开始拌它 搅拌它 慢慢地搅拌 诶 水加的不够多 再来一次 用热水的话呢 它就很快地就会化掉 就会化开 你看 它只要热水冲 有没有 慢慢地 诶 它就变成洋芋泥的样子 那 像我在做这个 这个洋芋泥的时候 我通常会加一块奶油 让它有香味 然后呢 再把盐巴呀 哦 胡椒粉啊 那我会加 还会加点起司粉 让它有这种 起司的香味 再加点水 咖啡机烧热水开始 结束 你看 我们这样就做好一杯洋芋泥了 你说 这一包东西让我们省掉45分钟的时间 那做好这个洋芋泥之后呢 建议各位在做可乐饼的时候 要把这个你调好这个洋芋泥 让它冷却 最好呢 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去 因为冷的东西你比较好去捏它 那么接下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这个日式的可乐饼啊 这里面的馅料 这个馅料我已经预先炒好了 它是用洋葱 然后这个我们平常家里面会买一些肉片啊 然后你可能炒完一道菜之后还会剩下一些 所以我用的就是比如说我还有一些这个梅花牛肉片啊 培根猪肉片啊 我就把它切碎切的碎碎的 跟洋葱一起切的碎碎的 然后一起下去炒 炒的时候呢 我会加胡椒啦 盐巴啦 酱油啦 料酒啊 糖啊 盐啊 然后最后再起锅的时候才会下胡椒粉 让这个下咖喱粉 然后让这个咖喱粉的味道继续保持 那各位 如果你一直在收看我们房哥有集市 餐桌上的节目表单元的话 你会发现 我在跟各位分享料理烹饪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是我不会跟各位分享 就是 这个盐巴要加几克啊 这个糖要加几克啊 水是要半杯还是一盆啊 在这种调味的分量上面 我比较没有跟各位做一个很硬性的规定 它一定是多少克一定多少克 因为我觉得烹饪啊 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你要觉得好吃的 而不是用我的口味来决定你的口味 因此呢在咸淡上面我就不会有很精确的比例告诉你说 哎这个要加多少这个要加多少 是不会这样做的 重点呢是希望你在家里试做的时候 能够做到你喜欢的那个口味 你喜欢的咸辣度 你喜欢的酸度 你喜欢的甜度 你喜欢的那个香气是不是存在 所以呢 回到我们这边今天可乐饼 所以这个调好的马铃薯粉 已经变成马铃薯泥了 那我都会把它放到冰箱去冷却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成型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馅料包在里面去 像这个就是包好 包好之后呢 我们就稍微把它拍一拍 我会把它做成一个稍微一个椭圆形的一个扁形 一个椭圆形 首先呢就把它沾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沾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然后呢再放到蛋液里面 让它转一圈 转一圈 最后呢放上面包粉 那你要沾面包粉沾完之后 你稍微把它拍一拍 让它稍微扁一点 尤其那个中间不要让它太像一个球状 因为如果太厚的话会砸得不够均匀 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个 就是先把它揉好之后 但是呢各位在做这个可乐饼 在包线的动作里面 你怎么样处理洋芋泥比较不会粘手 要记得有个小诀窍 你的手要保持湿润 要湿湿的 对 你这样在揉这个洋芋泥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沾手 你看它就不会粘 它不会粘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越捏 它就越粘 粘在手上 你看这样就可以把它包进去 所以当它发现 你的手上开始有洋芋泥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就要知道 你的手要稍微沾湿一点 那因为我这些东西呢 都在被料的过程中 都把它放凉了 然后放到冷藏里面去 让它降温 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捏成型 所以我们今天做三个 示范一下 一样 裹一层面粉 薄薄一层 薄薄一层 这层面粉呢 主要是让它 你在最后炸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表皮酥脆的感觉 然后更容易沾满蛋液 然后呢 再去沾面粉 面包粉 最外层 最外层 好 沾完面包粉之后 要有个动作哦 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点 对 不要让它中间很凸起 这样两个 好 接下来呢 再沾点水 让你的手是湿润的 你看 这样就会黏 对不对 让你的手是湿润的 再把馅料放进去 用另外一块 压上去 压上去 然后拍成一个椭圆形状 椭圆形状 然后再放上 面粉盘子 沾一点面粉 好 沾完之后 沾蛋液 然后最后第三个步骤 面包粉把它埋起来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起油锅 下去用这个中小火 去慢慢的去油炸它 好 所以呢 因为我们今天呢 找到了这个 即时洋芋泥的这个粉 所以我们可乐饼的制作时间 哇 缩短了最少一半 我们只要把馅料准备好就可以 那么现在 刚刚跟各位讲 这个 沾好了面粉 裹上蛋液 再加上面包粉之后 我们就起一个小油锅 这个油锅已经够热了 所以当它已经够热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把这个 这个电池的温度 降低到中火的程度 然后慢慢的呢 把这个准备好 可乐饼放下去 哦 开始起泡了 那起泡 如果你看这个起泡程度的大小 如果它起的泡很大的时候 表示这个油锅还是很热 它容易外面会把它焦掉 那其实呢 这个可乐饼做到现在 你会发现 它好像是个片局 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熟的 我们只是下去油炸加热 让它上上色而已 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个片局 因为我们跳过了做 辛苦做洋芋泥的过程嘛 所以这个过程大概 我们把它下去用油炸 大概三分钟以内就可以起来了 对呀 那要记得油的热度不要太高 免得一下子就马上焦黄 它表皮已经开始脆了 已经开始有变色 那记得 刚刚我们在做这个可乐饼的时候啊 有一个重点就是 中间啊 你要稍微压一下 要不然它会膨胀 那这样的话会 就会变得受热不均匀 就像我们在做汉堡肉一样 你汉堡拍好之后 中间要稍微压下去一点点 慢慢听到一些油泡的声音出来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表面 炸到一个金黄色酥脆的状况 它就可以起锅 所以这个过程大概 大概三分钟 因此你看 烹饪就是一样 我觉得很多事情啊 它都讲究四个字 做任何事情 或是在人际间交往都讲 讲究四个字 你做事要容易成功 就是四个字 法财履地 法就是方法 你要找到做事情的方法 对你有帮助的方法 财呢就是基本上来讲 你做事的底气 人家讲有钱胆气出往 你要基本上 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能力 让你的生活能够过得下去 你才能为你的梦想跟理想前进 旅呢就是partner 伴侣 你要有好的伴侣 好的同伙 好的合伙人 好的同事 朋友 他才能在你要完成这个梦想的过程中 给你帮助跟意见 第一是什么 翻成英文marketing市场 你要找到对的市场 对啊 你要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 找到对的人 用对的方法 烹饪也是一样 法财履地 如果我们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这个毛起来自我想象 这个可乐比应该怎么做 照你的想法去推测的话 你可能会做错 而且你可能一开始就学错 或是呢 像我们今天 找了一个特例 找了一个太空食品 就是即食洋芋泥 这个粉加上热水冲下去之后 它就变成洋芋泥了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让你呢 更快的完成你要完成的目标 所以做任何事情 四个字很重要 法财履地 方法 财力 同伙合伙 跟对的市场 那这四个字呢 基本上来讲 它是从道家修仙炼道开始 道家 比如吕洞兵啊 那些人道家 他们在修炼神仙之道的时候呢 这个都要讲求法财履地 要有对的方法 口诀啊 怎么样炼气啊 怎么样炼丹啊 对啊 然后呢 你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能够攻击你 可以继续这样子做下去啊 财嘛 旅呢 你要有好的同修啊 比如说你的宗教是 去教会 那你就要好的教友啊 才能让你有很正面的想法 对人生有不同的观感 正面的观感 那地呢 就是对的地方 比如说 修仙炼道一开始都会到 深山僻静的地方 不要有人吵 好 你看 我们现在呢 外面的外壳慢慢的 形成了 然后慢慢有一个 硬壳的感觉 那你在翻它的时候 记得要非常小心 你不要用力去夹 要不然的话一裂开 嗯 卖相就不好看 所以 烹饪也是一样啊 讲求法财履义 要有对的方法 对啊 但是呢 当你找到一个方法的时候 你要去实践一遍 试作看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 因为有些方法适合我 不适合你 就像刚刚跟各位分享 我在烹饪的过程中 跟各位交流的过程中 很少给各位很 跟各位分享很精确 油要放多少 盐要放多少 糖要放多少 很少 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就像一句话 物无定位 适口者真 你觉得最好吃 比较重要 所以你看 现在表面已经有那个酥脆的感觉 很清楚啊 然后呢 慢慢的颜色会变成金黄色 差不多就可以上了 那 因为 我们在做烹饪过 跟各位分享的过程中 我通常 不会用 很大的火啊 或是很高的温度 因为 我们可以在过程中 看看它的变化 这样的话呢 在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你比较能够得到 很明确的那个画面 它究竟什么样是好 什么样是不好 而不会在过程中忽然一下 怎么变这样 你看 它是外面这一层壳 这样就炸得很漂亮 很粉的感觉 它不会一个 好像一个深棕色啊 深咖啡色 那因为我们的 马铃薯泥 在揉完的过程中 它会放到冰箱冷却 我们的馅料也是冰箱冷却的 所以呢 在温度上面 用这种中火慢慢的去炸它 它才能把那个热 传统到里面 那里面的馅料 到时候呢 它就会融开 油脂就会进入 这个马铃薯泥中 有没有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金黄色 这样的话 大概差不多在30秒 因为化学变化 它不是这样上去 它是这样上去 所以一旦看到 它开始变颜色 就差不多要收摊 要夹起来了 要不然的话呢 就会炸过头 那有的时候比如马铃薯泥 像这一块 就有一个例子了 你看 它的油泡中间起来 表示它的热力已经传进去了 那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小心的用一个漏勺 把它拿起来 有没有 金黄色 对啊 这个颜色就很漂亮 这个 有没有 金黄色 这颜色也很漂亮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 美乃滋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完成了 一道很可口 很美味 又很简单的可乐饼 对啊 等它这个温度再低一点 把它摆开来看看 里面长什么样 好不好 我们 数个10秒吧 不要了 9秒就好了 不行不行 太长了 8秒就行了 这样吧 倒数7秒就好 要不然这样 你觉得还太长 我们倒数5秒可以 不行 那倒数4秒 那我们倒数3秒好 我们倒数2秒 这样够快了吧 还是我们倒数1秒 不好意思 我也已经数完了 我们现在 找个东西把它切开看看 你看 用炒一炒好了 有点害怕 因为它很烫 看看里面长什么样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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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鼠饼就这样做好了 所以呢 法财履地 我找到了一包这个 即时洋芋泥的粉 加热水 我就可以在家里 很轻松地做可乐饼 这一集的 舌尖上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帮我们按下 订阅跟分享 对呀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太空食品 即时洋芋泥的可乐饼 OK 拜拜